噢 这个非常香 这个皮的下面就是焦脆味 哦厉害啦 漂亮 第一名的确就是我们 今天是一个可莉录日 选择了四家店 会选中的四家店呢 除了因为有人推荐 然后吃过觉得好吃 還有一個原因是因為剛好它在今天可以買到 其實我們的口袋名單有蠻多的 不過有一些就是已經在今天賣完了買不到了 所以今天我們就是即將出發前往這四家店去購買可麗露 然後回來的時候再來這個吃給大家看 YA 嗨 大家好 現在呢我們這個買完所有四家的可麗露回到家了 來幫大家做可麗露的開箱 你先從這個號稱台北最強的 朱梁在他的那個banner上面有寫說台北必買伴手禮 我是不是拿我拿把可麗露 鹹蛋黃口味買到了嗎 有 天啊 他會附一張小卡 他就講說他應該要什麼 放置室溫或冷藏 退冰五分鐘 搭配黑咖啡或茶風味最佳 最佳 最佳場味期是冷藏三到五天 冷凍保存一個月 喔所以一次買六顆還可以冷凍保存一個月 對 他就可麗露叫天使的鈴鐺 朱梁還有另外一個是他們主打的伴手禮 登登 一樣有一張小卡 喔這很雞花耶 他抹茶上面就加紅豆啊 然後莓果上面就是加什麼 洛神花乾嗎還是什麼 在天使的鈴鐺上有一個鈴鐺口 好噁喔 你這樣行喔好噁喔 我們等一下呢會把這四家先拿原味的出來PK 然後剩下的奇幻口味呢就分別吃吃看 那所以我就先把原味的拿出來囉 接下來是 歐馬 德式餐房的可麗露 我要跟大家說 這是我們搶到今天的最後一顆 歐馬的可麗露是很搶手的 所以如果要吃的話最好盡早趁早 好不好 我覺得這個包裝很吸引人 這個更古實吧 老爸的酒窩 好黑 還是很香欸 超級香的 這個現烤酥魯絲已經很猛了 我的媽 來大家聞聞看 焦腸香味 很厲害 那剛剛這兩顆呢 沒有 聞不到 因為這個都冷 這個都冷掉吧 兩個都沒有香味 這個非常香 真的 最後一個是金服 金服我覺得就四平八文 你要送禮也很方便 金服咖啡文山區的店 然後 喔裝的不錯啊 可以送也是可以送禮啊 這個味道 呃 是不是這個味道 他多了一股茶味 我覺得 我自己覺得的茶味 這個味道是非常 就是糖味 糖味 這四個呈現給大家 就是我們今天要來PK的 四種原味的可麗露 那從順時鐘的順序 依序是金服咖啡 老法的酒窩 然後這個是歐馬德式廚房 以及豬梁法式餐廳 這四顆油味的可麗露 就是我們今天要來進行 這個盲測PK的對象 我們等一下呢 會把這個眼睛閉起來 在吃的時候 你不會知道這是哪一家的 秉除一切的品牌跟名牌的迷思 那現在先讓大家看看 這四個可麗露切開來的斷面長怎麼樣 就涼了 有冷凍過的 切下去的感覺 其實 比想像中的順利 給大家看看 開一些側邊 就是 斷面 不錯不錯 切得不錯吧 當然其實也是因為它就是能夠 我會切可麗露喔 謝謝 逆子中的順序 這一顆是歐馬德式廚房 好軟喔 喔這顆比較軟欸 歐馬讓我有點驚訝欸 它好 好軟喔 它沒有很 它是一個不太蒸氣的 它不是Quispy的 對它有點 它有點駝背 欸好了好了 哇你看 我跟各位說 其實他們在切的時候啊 那個刀子碰到他們的觸感就不一樣 歐馬的外皮呢 其實是比較軟的 而且你看他們內部的顏色 其實有差異 等一下我們再把斷面排下來給大家看 接下來呢 這一顆是老發的酒窩 欸它你剛剛在敲它的時候其實就很有問題 Cocooco有人在家嗎 你好不在不在去買菜 喔喔喔你看喔 喔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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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喔 漂亮 那個聲音 很漂亮 法式雞蛋糕還是要由法國人來做啊 漂亮漂亮 哇用這麼不力的刀也可以這樣子 買了新鮮膚多久啦 出爐後爸小吃吃了 還好吃就是真的好吃 對不對 這很公平吧 最後一個金服咖啡 對不對 是不是贏了 金服其實也是軟的耶 可是 哇怎麼會 金服你要喔 刀不力啦刀不力啦 在這個內部畫面裡面呢 我們大家可以來依序檢驗一下 朱里昂的這個外皮呢 其實是屬於比較硬的 就是內裡其實是比較偏白色 那相較於什麼 相較於歐馬 其實它的外皮的硬度其實稍微軟了一些 那這個裡面的內裡呢 是稍微偏向黃色的啦 老爸的酒窩跟朱里昂比較像 就是外皮是比較硬的 然後內裡是比較偏白色的 那最後一個呢 是文山區的金服咖啡 所以這個外皮呢 跟這個歐馬德式廚房比較像 是屬於比較偏軟的 然後裡面的這個顏色稍微偏黃一點 用這四個原味的Sample呢 直接吃吃看 為了讓大家相信我盲測是真正公平公正的 所以我現在呢 必須把眼睛給遮起來 有請我們的盲測小天使來協助我們 來喔 你的手請拿出來 右手 你要伸出你的食指跟拇指就好了 對對對對對 這樣 抓到喔 不要掉下來喔 掉下來喔 我去揍你 好 這是01號喔 喔 這個非常香 然後你就好 所以咬下去一瞬間有一個 會有一個香味出現 皮是硬的 比較脆的 而且 是 是我很喜歡吃的甜味 這個是可以吃半個的味道 就不會膩 不會太膩 然後口感本身是好的 不會黏牙 有些可麗如果硬殼的會黏牙 我就不喜歡 再來你的二號喔 好 準備好了嗎 喔 這個一捏就是屬於比較軟的 謝謝你的觸覺 嗯 這怎麼感覺有點健康啊 不甜欸 然後 口感是在的喔 雖然捏起來是比較軟的 但是 外面的口感還是有 因為我剛剛那顆的就是 脆度假設是8分的話 這一顆的這個部分的脆度可能是有 3到10分 然後 甜度就是 如果剛剛那顆的甜度是7分的話 嗯 這顆的甜度可能有4分 嗯 它就是一個 你想吃可麗露 然後你又不想吃真的甜食 然後又不想脖的味道的話 其實就是一個好險 那為什麼這樣還要吃可麗露 就是我跟你講 千千百百種 你看像個棋盤子 有人像是個綠豆糕 我心裡有啞亮好嗎 這是什麼 這個也是皮比較軟的 這樣子的話 這一款跟上一款好像 啊 真的喔 嗯 就是上面這個是有硬的 但是因為吃到這邊就比較變軟 甜度比上那個高一點 我比較喜歡第一個的 這個甜味的存在感是高的 但是是苦甜的 或者是就是沒有很膩的 那剛剛那個其實基本上吃不出 就是不甜的 感覺比較是健康的 真心喜歡吃 就是不帶 不帶什麼焦味或苦味的甜菜 就是真的愛甜甜的 我就越甜越好 螞蟻人 然後這中間的部分啊 就是真的很濕軟 喜歡吃濕軟類的朋友們 也可以考慮這一款 因為比前面兩個都更濕軟 嗯 對 這真的很濕軟 你的嗜好喔 喔 這個是硬殼的 你咬有聲音耶 這個殼感覺很濕軟 所以 這個 這真的是原味的嗎 我覺得它有股茶味 這個跟我剛剛吃的那個一號 比起來 一號人家吃的時候有個特色是 鼻子會聞到香味 然後這個呢 鼻子聞沒有什麼很大的香味 但是它吃起來的味道是多一層的 這個皮的下面啊 就是有焦脆味 但是它依然就是它跟一號一樣有個疑慮 就是說如果你試一整顆會不會覺得太甜 那我要排名了 好 整體來說我個人 如果這四顆裡面只能選一顆吃的話 我會選剛剛我最後一個層次 第一個味道有層次 然後第二個在口感的部分呢 那個外面的殼是硬的 那裡面呢 是 濕軟度是夠的 就是不會讓人家覺得說 有怎麼有這種感覺 接下來第二個呢 我會選 第一個吃的味道 它的味道其實也滿有層次的 而且它在就是 鼻子聞到的部分的話 是 非常的誠意 因為它有一股香味 那我中間吃的那兩顆呢 也是很好的產品 我覺得很適中 它是一個 老人到小孩子 都可以接受 的款式 那 因為我最近吃東西 吃的稍微比較健康一點 所以如果中間那兩款 要我選一款的話 我會選比較不甜的那個 就是我第二個吃的那個 我可以把這個眼睛解開了嗎 來 我要消失了 我覺得應該是這樣吧 就是我現在看到他們的時候呢 我再吃一次 看我跟我剛剛講的也不一樣 好啊 可以啊 我靠眼睛看到了之後 吃東西感覺完全不一樣耶 靠什麼 欸各位 在家裡面吃吃看 把眼睛蒙起來吃東西 那個味蕾的敏感度完全都不見了耶 這個是朱里昂的啊 對不對 朱里昂是第一個吃的啊 對不對 不是嗎 不是喔 這是第一個吃的 對不對 我剛剛聞了一下就這樣 所以 這個是老法啦 沒錯 第二名 老法 就是老法 然後你的第一名 朱里昂 的確就是我們台北最強必帶的 對不對 天啊我好多太厉害 我太佩服我自己的耶 我是真心誠意的在吃的各位 這很厲害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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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呵 很棒死欸 這是我的第三名 是歐罵的 你的第三名是金服喔 所以我的第三名是這個 是我的第三名是這個 盲測第三名是金服 但是眼睛打開之後 覺得那個歐罵比較好吃 總而言之呢 其實這四夾我覺得你如果 就是買給人家吃都不會失禮 也不會丟臉 以上就是我們今天的 四種原味可麗露盲測PK 那麼在下一集呢 我們會繼續來為大家開箱 來品嘗呢 朱里昂各種奇怪口味的可麗露的開箱 那請大家千萬不要錯過 如果你覺得這個影片還蠻有趣的話 也歡迎你多多多按讚訂閱加分享 我是阿表我們下次見 掰掰 如果想要收看我的質詢影片 或是了解其他時事分析 歡迎追蹤我的Youtube頻道 也可以follow我的FB 或是加我的LINE 第一時間讓你獲得最新的 老發有一種 劉德華的感覺 劉德華 給我一杯光 民間特首嗎 這是好好的成為一個 成為一個中年男子的那種 金服 Oma 屁咧老發啦 哈哈哈哈哈哈 以上就是 喔 為什麼這樣啊 因為我片尾花絮要有一些NG畫面 以上就是我們今天的 我們就整集都做NG畫面 就好了啊 就整集都NG 嗯嗯 感谢观看